在现代社会 人们追求美 不仅限于面部 同时也在身材管理方面 下了不少功夫 不少注重外貌的女性 渴望让自己的身材达到完美境界 如拥有直角尖 天鹅井 及蝴蝶背 不仅能让人更具自信 更是展现个人魅力 与优雅的象征 然而与之相反的 是脖子后方的富贵包了 不仅影响体态 也让人气质变猥琐 那么今天的影片 我们将要来介绍直角尖 天鹅井 及蝴蝶背的美学概念 以及分析富贵包 造成体态的影响 并提出 医美上相应的解决方案 若有兴趣的观众们 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欢迎来到云说美学 一同探讨更多美的知识 也请您订阅 按赞 转发 并开启小铃铛 开头所说的直角尖 天鹅井 蝴蝶背 究竟是什么呢 直角尖 指的是肩膀没有多余的坠肉 肩膀的平面 形成一个直角 拥有这种肩型的人 无论是穿衣服 或者是背包 都会看起来非常的挺拔 优雅 有直角尖的人 通常脖子也会比较修长好看 很多女明星 也都拥有这样的特征 美丽的天鹅井 一直被视为 优雅与青春的象征之一 一个优美的颈部线条 不仅令人耳目一新 还能为整体气质增色 像是刘诗诗 拥有纤细修长 极光滑紧致的脖子 就是天鹅井女星的代表 所以在医美上 常常利用肉毒素 注射在斜方肌上 达到缩小这块肌肉的目的 拥有颈部纤细修长的效果 蝴蝶背是当我们的后背无坠肉时 两个肩胛骨涂出来 刚好在背部 形成蝴蝶翅膀的形状 因此也有很多人称她隐形的翅膀 相信你一定看过不少女明星 在出席大型活动时 红毯造型的陆背装 看上去之所以特别吸引人 她迷人纤细的蝴蝶背 脱离不了关系 然而 你可能见过一些人 颈部后方 有明显的脂肪堆积 使得背部曲线变得不够优美 这就是所谓的富贵包 不仅影响背的美观 还让气质变得猥琐 这个问题也可以透过 医美治疗的手段 达到消除富贵包 拥有蝴蝶背的目的 说到这里 也许有观众会想问 这个影响着我们体态的富贵包 是什么呢 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 为什么叫做富贵包呢 富贵包的名称据说 源于古代贵族阶层的人们 过着奢华生活 身材多成肥胖状态 颈部的脂肪堆积 被视为富有的象征 因此得名富贵包 然而对于现代人来说 大家并不愿意拥有这类包 因为这其实是颈椎 和胸椎交界处 突出的一个形态问题 富贵包主要是由脂肪组织 和致密的纤维组织构成的 有一些人 可能因为家族遗传的关系 导致脂肪容易堆积在颈部后方 其次 年龄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随着年龄的增长 新陈代谢速度逐渐下降 脂肪容易积累 此外 皮肤弹性会随着时间流逝 而减弱 可能导致脂肪 在颈部后方形成富贵包 另外长时间低头工作 玩手机 像这样脖子前身 寒胸驼背的姿势 也是形成富贵包的原因之一 以上就是富贵包的成因 那富贵包到底要怎么处理呢 具体的手术方法是 前注射肿胀液 等待脂肪充分吸收膨胀溶解后 再透过抽脂仪器把脂肪细胞吸出 来摆脱紧后的富贵包 然而在富贵包区域抽脂 可能会遇到困难 主要的原因是 脂肪层的纤维隔膜 特别致密的关系 致密的纤维隔膜 使得脂肪细胞之间的连接更紧密 脂肪组织更坚固 不容易被分解和吸出 因此需要其他特殊的技巧 或者设备来辅助 以确保获得理想的效果 如雷射融汁 射频融汁 超音波融汁 不过 只要医生具备熟练的技术 仅透过负压吸脂的操作 也是可行的 这是取决于 每位医生的个人经验 技术以及习惯来选择的 求美者在进行手术之前 可以和医师充分地讨论和沟通 最后保持良好的姿势 适量运动 避免长时间低头使用手机或电脑等 也是改善富贵包的重要关键 如果你还有其他改善富贵包的好方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介绍到这了 喜欢我的影片 别忘了按赞 订阅 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下次见